而在美国呢 昨天是退伍军人节 在债势修饰的影响之下 美股表现清淡 中场是微幅上扬 不过呢 也在创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指数创下14年来的新高 而欧股方面 许多企业财报 由于预期欧股大涨 收在5周以来的最高点 我们立刻来关心欧美股市的详细表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